新闻来关注到呢 现在要看到 哇 谁谷底大复活呢 那亮哥就称赞说 相较之下 韩国瑜比较像总统 他来看到民调 显示出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好 我们先来看到呢 这个是国人 对于韩国瑜的感情温度 那有两次来做比较 好 首先呢 在2019年的是12月 好 那跟2024年的10月 就是之前跟现在 你看到之前呢 平均温度大概是38.17度 好 但是呢 现在的温度已经上升到了 55.26度 这个是平均的温度 好 那通常对于他好感的话呢 来到了有四成多 好 那我们要看到呢 现在对于他情感温度的话 这个平均温度的一个起伏来看 从2018年 当时呢 这个寒流62.12度 好 慢慢的 那当然中间呢 有些微的往下 好 最低的时候 有到38.17度 但是呢 你看到了2024年 好 后来呢 当上了这个立法院长之后 哎 慢慢的往上 整个呢 包括讲话啦 包括整个处事协商的高度 好 那让大家看得出来 嗯 好像真的又回到以前的感觉 有不太一样哦 现在的平均温度来到了55.26度 好 那资料来源当然就是这个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个民调 好 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支持度 谷底翻身 根据民调显示 44.5%的人 对于韩国瑜的情感温度呢 是在51度以上的 还算是蛮烫的哦 那22.7%呢 对他的感觉呢 是在49度以下 其实相较于5年前来看 对于韩国瑜的好感度呢 对他有好感的人 其实上扬有19.8% 就差不多两成的人 那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游盈龙他说 在台湾 一个百分点 等于是有19.5万位的成年人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呢 增加了386万人的好感 代表说呢 原本呢 已经是有算是被打入 民意冷宫的韩国瑜 重见天日了 从谷底反弹 再度获得民众热情的欢呼 在政治上可以说是 奇迹式的复活 好 那我们往下看哦 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徐晓信就说 因为呢 韩国瑜是20%的幽默 加上80%的专业 这样的一个天作之和 所以民调呢 自然是水涨船高的 好 那我们要来听一下的 这个徐晓星哦 他现在认为说 哎 这个 韩国瑜呢 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 导致呢 他的民调 是有办法这样子 陆续的网上找 我们一起来听 因为韩院长 作为立法院的大家长 那我觉得他做的是非常好的 不管是像现在的协商 跟以往不同 以前呢 很多人说是黑商密室协商 可是现在所有的协商 都是公开透明的 也可以让大家能够听到 不同党派对于 不同的议题的一些意见 以及立法院长主持议事的这个功力 那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韩国瑜院长是一个 很愿意提示别人 很温暖 而且很有耐心的协调者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我们的立法院长 他不管在接待外宾的表现 或者是说 他在这个立法院 现在越来越显手 主持会议的部分 都让大家对他的好感度 是持续提升的 所以呢 他这种20%的幽默 再加上80%的专业 我觉得加起来 天作之和 自然他的民调 就会水涨船高了 所以他的幽默感 他的魅力 是别人学不来的 而他现在的专业 还有他的认真 是他逐渐累积来的 这两者一相加在一起 我觉得呢 他的好感度 自然而然就会往上标 好同时来看到 为什么韩国瑜的民调 有这样子一个 奇迹式的反弹呢 亮哥讲说呢 他觉得 或许要感谢一下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呢 就是斗鸡嘛 从他上任以来 感觉朝野的对立啊 那对外呢 跟大陆的关系 又不是那么好 好所以呢 不管什么 都是在做权力的斗争 那韩国瑜对照起来 都是在促进朝野的和谐 所以呢相较之下 哪个比较像总统呢 我们来听一下亮哥的分析 因为赖清德 就是斗鸡嘛 就是不管什么 就是都是在做权力斗争 那韩国瑜的对照 他都在促进朝野的和谐 所以你觉得哪一个 比较像总统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强烈对比 那10月5号那天 就是最典型的嘛 就是国庆访会 那你还要讲那种话 国歌也不唱 那讲完就走 然后对比韩国瑜现场 讲那个话 那当然也加上 那个江会的歌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 这个是总体的一个feu 就觉得 现在台湾正需要 创造和解 创造包容跟团结的领导人嘛 那你看有谁呢 我讲的是全国范围啦 因为我们卢妈还没到中央嘛 对不对 那你说全国范围有哪一个人有这样的能量 那个左龙泰我觉得是有点把自己做小了 我觉得像他昨天讲那种话已经像是行政院秘书长了 你是院长 是 院长你跟立法院有冲突 他以前当过秘书长 现在对那个位置念念不忘 我应该是说看到赖清德就想到他是秘书长 对啊对 他情有独钟 对对 我因为赖清德那个时候是行政院长 是 可是行政院长不能够这么没有格调啦 而且你我不相信卓龙泰程度有那么差啦 说这个这个就是预算案不能争列 这个明明就不是预算案 我讲了原住民补偿 这个卓龙泰不可能不知道啦 那我觉得一个人喔 对于明明不是事实的东西还要硬讲 那你的你就把自己做low了啦 就觉得说你你为了要表达对赖清德的效忠 为了要摆出一个政治姿态 那你的格调 你的政治人格都不见了 事实上从政到了一定的阶段 你要展现高度 那我认为目前 那个赖清德是嘴巴在展现高度 那实际行为都违反嘛 你如果说希望国人团结 你怎么不去拜访朱立伦呢 你怎么不去拜访韩国瑜呢 到现在都还是都没有 五个月了 对对不对 那你如果希望两岸能够和平 你也要做点动作啊 整天在那边嘴巴爽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人家一看就觉得 你大概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啦 那韩国瑜刚好都是一个对照 所以我认为他是 所以游盈隆应该要去问 说赖清德为什么急着把韩国瑜给衬托出来 好继续看到那这份民调 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 这个评论员黄文明他有这样的分析 他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做出民众 对于韩国瑜感情温度的民调 最近绿营呢在操作韩卢对战 就是想要塑造国民党两个太阳 韩国瑜2028有望 那为什么不是在二月份 韩国瑜刚上任立法院长的时候 就放这个民调呢 而是要等到十月 而且刚好就在这个韩卢对战消息 传出来的时候 那他觉得这好像太巧了 这时候捧韩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听一下黄耀明的分析 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点 要把韩国瑜去做他的 个人感情温度的题目 为什么 最近绿营是他们在刻意在操作 韩卢对战 这是一个最近被制造出来的 什么两个太阳 国民党两个太阳 韩国瑜2028有望 然后呢卢秀燕跟韩国瑜 赤壁这个中需一战等等的 尤英龙老师在这个时间点 注意这个民调是在十月十三号到十五号 这个时间点 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罢粮结束之后 为什么要放一个韩国瑜的个人感情数 如果今天要放应该是二月 今年二月台湾民意机会 二月韩国瑜当选立法院长以后就该放 是啊 那为什么要到十月份才放 我不做太多的这个武断的揣测 我只是说太巧了 跟他们在操作所谓的韩卢对战 时间点刚好一致 那我只能说这个时间点特意要去捧韩 的用意为何 韩国瑜他因为他所占的位置不同 他在立法院长 我们就问一个最简单的 请问他有所谓的意识极度不公吗 请问他主持会议有不就事论事吗 包括上个会席 这个有民进党立委 这个自己迟到跑去呛韩国瑜 最后是谁谁得分谁失分 就说韩国瑜他在院长这个角色里面 我觉得大家看出来 他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嘛 基本上在台湾 你只要做做好份内的事情 大部分民众就会给你肯定 这就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如果连份内事情都做不好 你才会被唾弃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是呀 你呢 嗯 就才会看